NICP-115 Predatory Street Art 食人涂鴉 项目等级Keter 特殊收容措施 NICP-115当前收容在临近 是都会区的一家废弃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内 建筑都会宣称为围楼 并被卫装成掩护公司 法案的基金会人员看守 平民部的进入该区域 若有人质询 则以标准掩盖故事47 结构不稳 线孔回应 NICP-115必须随时由动作追踪安保摄影机监控 若NICP-115被观察到突然消失 机动特殲队派之一 全市令人将被立即派出 原理盖部的尝试直接目视NICP-115 对其的观察必须在有知道的情况下从远处进行 NICP-115所依附的任何物体表面 都必须被标准的二级可移动封锁单元遮盖 如果出现封锁无法立即实行的情况 则以交通工具 收容器皿 或是碎石掩盖 这些措施不可破坏NICP-115 图像周围半径三公尺的区域 从事故115B后 已证实完全封锁SCP-115 会将所位移事件的发生 重修订的收容程序要求SCP-115出现时 应当立即对附近区域进行疏散 以避免公众与之发生接触 除非SCP-115出现在某些可视度极高 或是无法对公众进行疏散的地方 当前还没有找到能够永久收容SCP-115的方法 每隔2到4个月 SCP-115就会转移到另一城市区域 移动距离从最小15公尺到最大800公里不等 这种转移事件也可能会被以下因素触发 SCP-115依附的表面被破坏 打断其攻击行为 任何减小SCP-115的收容空间 以避免视约接触的尝试 因此 当前的收容主要着力于快速确认SCP-115的新位置 并将其从公众视野中隔离 一旦此类转移事件发生 机动特前队派之一将立即展开行动 动用一切当地资源 以最快速度找到新地点 重新执行收容程序 并拘留一切目击者 从其攻击中幸存的人将被拘留 未受其伤害的目击者将在被适宜A级G认出后释放 描述 AICP-115看起来是一副街头涂鸦 描绘了一个有着强壮前肢 爪壮双手 长着猫腿的头和羽毛的人形生物 绘画的姿势可变 但倾向于摆成一个攻击性的姿势 且起眼睛看起来是在追踪观看它的人 任何直接观看该绘画的人 都会产生一种想进一步了解它的冲动 受害者描述了一种紧张的好奇心 并且有走进绘画的渴望 这一冲动可被努力克服 特别是在对象已经知道AICP-115特性时 若对象走进与画作距离两公尺的范围内 且没有处在其他人的视线中 他们将突然遭到一股暴力攻击 受到严重的撕裂伤 手足被截下 全部或是部分身体软足质被摘除 头部贯穿型创伤等 有大型猛禽类的会 爪攻击造人的伤害 这种攻击一般持续6秒 之后AICP-1155和受害者都会消失 而AICP-1155会在7天内 像在通常的转移事件中那样 出现在另一位置 可以通过使受害者在消失前 重新进入他人视线 来打断这一攻击 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参见事故1155A记录 在测试对象身上 配备GPS来追踪他们被带去的位置尝试 全都失败 从预先安排的 在一定距离外进行的测试性事件打断的结果来看 AICP-1155攻击由于确定的模式 受害者先是被压制住 接着被摘除眼珠和舌头 然后截去手足 接下来受害者会被剖腹 并摘除胃肠 一般而言 这时受害者就会因为惊吓 和过度失血而死亡 但这仅仅是对攻击被视线接触打断的情况而言 在攻击结束时 那些和SCP-115一起消失的受害者究竟会遭遇什么 当前仍然未知 俘虏事故1155A 两名在攻击打断测试中 幸存的第一次人员接受了医疗 并在事件后存活 两人皆与无人次 不能说出他们遭遇了什么 但是双眼在攻击中被摘除了D89786 却宣称他人能事物 并且描述了一间放满之前SCP-115受害者的储藏室 里面还有该实体自身 D89786在SCP突破收容时逃出站点宿舍 附近的地方执法部门被告知他是一名从精神病院出逃的病人 并对其进行追捕 警员 报告称他们看见嫌犯跑进一条小巷中 但在他们赶到前 一声惨叫从巷中传出 而当他们赶到小巷时 D89786被发现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该扫上的是死胡同且没有可见的出口 D89789 双眼、舌头和手脚都在攻击中被摘除 被成功转移到Side SCP-1155被注意到发生一次突然的转移 且在多个公共场所被看见成一个捕猎的姿势 SCP-1155还在 纳下的一侧出现了数小时 并且被捕捉目击者观察到 索性这些人并不能靠近他 尽于收容的困难 镇点指挥部决定将D89789带回本城 SCP-1155被观察到在墙、看板、交通繁忙的桥等多个地点多次出现 D89789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观察到开始越发的不安和激动 最终D89789被送到了城市边缘一处偏僻的地点 并被放在SCP-1155面前 解除了一切视觉接触 SCP-1155和D89789一起消失 SCP-1155之后重新回到了之前易处理的转移模式 事故1155-B 在最近一次转移事件后 机动特遣队派之一确定SCP-115出现在出废弃的地铁站中 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在港队员围出一个隔离带 队长决定一台自动贩卖机暂时遮住SCP-1155 直到更多送资源到达 这一举动使SCP-1155立即转移到附近一座的同乐园 并在被找到前造成人死亡 由于该地点的高度开放性 指挥部决定采取措施引起了一次转移事件发生 并最终导致SCP-1155转移到当前的收容位置 在当前位置进行收容代价十分巨大 基金会必须将整个购物中心都买下 并随即将其关闭 但是当前修订过的收容程序 已经使得转移事件发生的间隔时间 达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最长 最近的几出收容位置 可能像我们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倾向 以前SCP-115似乎有比较固定的 出现在偏僻的城市地区 比如废弃建筑或是安静的地下通道里 但是现在看来 它具有某种人格化的特性 并且变得更乐于大胆出现在某些公共区域 这使得收容变得越发困难 依照收容团队的反对意见 不要盖住这该死的东西 每几年损失一些城市探险者 或者好事的小孩 总好过能收东西 每次在我们找到它之前 抓走更多人 我是 以上就是SCP-1155 简单来说 SCP-1155是一副类似猫头鹰的涂鸦 有吸引人观看的能力 当附近没有其他人的视线时 它就会攻击受害者 最后导致受害者消失 如果在攻击中有其他人的视线看到受害者 攻击过程就会被打断 但SCP-1155仍然会继续追踪这些受害者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跟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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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